郭文貴議員 高院長 陳委員好 院長好 春天到了 今天外面 風和日曆 而且春暖花開 但是我們台灣的青年 笑不出來 院長 台灣的青年面臨 低薪資 高物價的競爭環境 苦不堪言 院長可能不曉得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 OECD 十個國家來相比 台灣青年的失業率 是全國失業率的 3.2倍 僅次於義大利 也是情況 惡化最嚴重的國家 院長 我們 一月份的 失業率統計 我們的青年 失業率是12.52 雖然比前年降低 但是 南韓青年的失業率 是9.75 日本是6.7 我在這裡想請教院長 面對 面對失落的青年 我們馬政府 做了哪些事情 來挽救他們的將來 青年失業 青年失業事實上是可以 從很多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一方面是我們過去的教育制度的問題 所以在這一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從產學落差的縮短 這個來處理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們現在青年他們就業的思維不太一樣 他們希望自己創業 所以我們在創業方面 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們希望說青年 他離開學校以後 他們在就業方面 他們能夠盡可能找到他們喜歡的工作 然後他也有能力去找到他們喜歡的工作 那另外就是說對於那些想要創業的這些青年人 我們想辦法給他們各種管道 不管是說是社會企業 或是說其他的這種 這種創新創業的機會 像這一些都是我們最近在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最近大概也有很多的新的措施 會這個陸續推出 好的院長這個議題蠻大的 我希望會後你能不能提供一個書面的答覆給我 那第二點我想請問 這個院長 在我照片裡面 在我這邊的照片裡面 在我這邊的照片裡面 這個地方 這個堅石柱 你知道在哪裡嗎 你這上面寫是和平溪嗎 那邊有塊石頭 那院長 這個是宜仁縣南澳鄉 跟花蓮秀林鄉 也就是介於和平溪 這個已經被封起來這個監測井 是我們台電 在101點4億的時候 因為 要做我們高階核廢料 處置廠的一個探測井 那本期在這裡要再次 表示我堅決反對 將高階核廢料 放在這個大蘭道這個地區 根據台電 在 102年跟103年的報告裡面 這裡面有一塊 146的一個地區 這個146就是靠海岸的這邊有一個 一個岩盤 這個是開蘭鋼片 麻岩體 以及靠這個 南 和平溪的一個 南北岸的一個 有一個叫和平的花岡岩體 這個是直徑 14公里 厚度6公里 的一個岩盤區 這個區域呢 就是我們 擔心 因為台電 在 100年度的時候 要在這裡建構一個 實驗室 所以 當時被當地的民眾發現 現在把它封緊封起來 那這個 實驗室呢 是完全去比照 芬蘭的安卡拉的一個 實驗室呢 作為 這個 一個規劃的方向 也是被設計 未來做為 高階核廟 一個 最終處置場的一個通道 所以我在這裡要請教 科技部習部長 跟我們 原人會 蔡主委 請問一下 科技部跟原人會 是不是有委託 半江大學 土木工程系 楊長逸教授 研究之 新進國家 地下 實驗室 嚴厲實驗之規劃 以成果延期 是不是有這個計畫 跟委員解釋一下 那個計畫是 我們原人會跟科技部 有一個共同 有一個 共同出錢的一個專案計畫 完全沒有 那個是給 學術單位來申請 對 完成了沒有 那不叫委託 完全沒有我不曉得 不過那個性質 科技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齁 那個的性質 是 因為是一個 學術的研究 所以他只是做一個 做一個水會 我跟妳說明 我的辦公室 在 今年的3月12號 詢問我們原人會 原人會答覆我們 這個還在進行當中 兩年後才能提出報告 那我們在 這個 詢問 我們的科技部 跟我回覆說 此計畫正在執行中 上午報告 謊言 謊言 這個報告已經出來了 就在我手上 去年底出來的 所以我在這裡 要向我們的 院長 做一個抗議 對於 你所屬的部會 竟然可以掩蓋事實 本席所要求提供的資料 都很確確 假如我們同仁跟委員這樣子回答 我其實相信我們 同仁不會說謊 那個報告有可能是 因為一年要繳一次 這個年度的報告 所以那個報告也許是年度的報告 事實上是還沒有完整 這個報告裡面寫什麼 可能你也不知道 因為你們兩位都不曉得 有這樣的一個計畫內容 我在這裡提出來 這個報告裡面提什麼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 這個 花崗原子 母岩的強度 或者是它的一個高裂系 的一個狀況 它裡面呢 有報告有幾點 特別提到一點 我 本地就是台灣 跟金門 馬祖 烏丘 花崗原子 潛在場 母岩 因為 母岩強度 僅達 歐洲的一半 母岩的強度 原始強度 故人需 考慮低強度 以及高裂系 等本土特性 也就是說 台灣目前進行的地質調查裡面 這四個地方 原始的強度都不夠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高裂系 高裂系裡面在我們 這個 台電的一百年的三月份裡面 我手上就拿了這份報告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 初步激素可行性評估報告 這份報告裡面 也寫了一段話 從工程 障壁系統中 遷移出來之 放射性核種 則隨地下水之流動 繼續在處置場 場子周圍之母岩 並列系中遷移 並進入主要島水通道 所以這兩份報告呢 就告訴我們 台灣目前進行的這四個地方 金門 馬祖 烏丘 當然到 都不適合作為我們 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 可不可以請問委員 第一份報告是剛剛講的 楊教授做的 第二份報告是誰做的呢 台電做的 台灣電力公司呢 我們都查到了 結果你們之後還沒出來 這個 這兩份報告我是沒有看過 不過從我的專業來講 決定 決定適不適合做最終處置場 這個 強度是其中一個因素 剛講的裂縫 也是一個因素 其實考慮的因素是很多 所以不能光靠一個因素 來決定是不適合 你這是你們委託的報告 也是委託 我們楊常義教授的一個報告 我還是強調這不是我們委託的 主委 這不是我們委託的 那我請問你 這份兩份報告 你再找出來 拿一份給我們院長看 我們跟你們要不到 但是我們的助理 搜查得到 那第二點 我來請問一下 所有台電 經過兩份核准的報告 大部分都是以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 所謂的H12的報告 來做架構 那台電報告裡面指出 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的一個最終處置的機會裡面 村長市長及縣長文獻調查期間 表達反對 及停止初步的區域調查 對不對 主委你知道這個 我知道 可是我們不見得會這樣子做 那個只是日本的做法 去年 而且據我的了解 那個做法是針對自願區的場子 才會這樣子做 並不是一個普遍的做法 去年10月7號 在這個地方 我執行經濟部的都部長 在這個總執行裡面 他回答本席 已經停止調查 是不是現在已經停止調查 這是台電做的事情 經濟部部長去年 所以他已經叫 已經說停止調查 結果你們還繼續 委託學術單位 委託科技部 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 藐視國會 院長 你可以調一下紀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 我們單位 能夠 在院長的 新院長的 主持正義之下 宣布一下 停止調查 再刑事一次 那個報委員 我們現在經濟部 這台電已經停止做他那個探測 探測調查了 已經停止了 就像那個 杜部長先前答覆您的 一樣 所以嘛 我剛剛提到兩個報告 你們到現在都不曉得 院長我請你承諾 部長的話我已經不相信了 我會來了解一下這個案子 照剛剛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蔡主委的說法就是說 他們並不是 用原能會的錢來做這個研究 而且那個不是對 國內做調查 那個 院長 目的是為了解 國外的 你說明 我會來了解一下這個案子 當地的 族人 我們原住民朋友 很擔心這個事情 所以經常打電話給我 經常來找我 所以他們對於 我們政府處置這個高階合衛料 的態度 是非常非常的憤怒 所以我本席也在這裡 代表當地以及一人縣 的縣民 我們 再次重申 反對高階合衛料 放置在大燃耗這個地方 那我請問一下 院長 台電公司呢 規劃將 一千兩百樹 一千兩百樹用過的一個 核子燃料 這些棒 送到境外再處理 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知道 那這樣用過的 核子燃料 經過再處理以後 之後所產生的 萃起的殘餘物 要印往何處 現在印回來 還是留在當地處理國 放在那邊 還是進行國際合作 不再印回來 就放在其他適合的地方 到底是什麼樣 是那個報告委員 這個呢 將來它產生出來的這個布啊 跟這個幼它就不運回來了 我說萃取的殘餘物就是 萃取的殘餘物 萃取的殘餘物又要運回來 要運回來嗎 確定嗎 這個是 這個是依照 我剛剛給你三個答案 你確定是要運回來嗎 它剩下的那一部分 沿海的處理國 或者是 國際合作 再做處置 或者運回來 你就該講清楚喔 對 它這樣子喔 就是說 它萃取出來的那些 還有用的東西啊 它就留在那個地方去處理掉了 那剩下來的 大概體積剩下 四分之一啊 或者是三分之一這個體積啊 這些東西 我們要把它運回來 絕對要運回來嗎 是 那怎麼處置 多久要運回來 我們現在當然還有 因為大概是二十年 二十年以後運回來 二十年以後運回來 二十年 我們希望在這二十年當中 就找到 所以我們還是要處置這些東西嘛 是 這個 請教過蔡主委 我們 這個核廢料 大概分成兩類 一個是低 低接的放射的核廢料 就ABC 還有一個超吸類 還有一個高放射性的 所以這些大概是屬於 原來是屬於 超吸類 或者是 這個高放射性的核廢料 所以這個部分要慎重處理 那我請問一下 它是屬於高放 屬於高放 也不叫做超吸 它是屬於高放 超吸類 這個你們的分類 不是我分類的 不是 委員講的超吸 是屬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裡面的超吸 但是 剛剛委員講的 在處理完之後的 那個是高放射性的廢棄物 那個 主委 我不想在這裡跟你爭辯 昨天我已經秀錶給你看了 別再跟你爭辯 第二我請蔡主委 請問你 你知不知道特殊安全設施 一共系統 所謂的ESF 主要功能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幫助這個 一些安全的系統 它在萬一發生事故的時候 能夠起作用 能夠讓 核能反應器能夠安全的停機下來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我查得知道是 緊急如新冷卻的時候 保持圍主體的完整性 以防止放射性物質外洩 以及維持整個控制室的適宜性 那 請問一下 那個 蔡主委 在 2009年 11月18號 有關DRS 他們有一個 這個 plus 32的 移控 平台系統 的 有提到 一些專案報告 你知道這個事情 我不曉得 委員講的所謂的 專案報告 是哪一個專案報告 大概跟你說明一下 核適的問題 總統 在先是 沒有核適應轉的問題 所以 我們現在 美國的這個 NCR的一些規範 就是要我們要符合NCR 我們才進行封存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在這裡要提醒這個 主委 如果 台電 委託 這個 美國 DRS 發展出來 的 移控 平台系統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沒有 所檢測出來的 結果 不能符合 NRC 美國核能協會 的標準的時候 這個核適是不能 就是要馬上停建的 不必要 我跟委員報告 我所了解的 從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 從設計來講 我們的 這個 最終安全分析報告 已經審完了 那這個部分 是我們認為 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說 從設計來講 第二個 從它的功能來講 它是包含在 187項 我們要求台電 要做完 試運轉測試 的這個項目裡面 那這個測試 也做完了 到目前為止的 結果 是符合 安全的設計 不過我們 相關的這個 報告 我們還繼續在審查 還沒有完全接受 主委 我是要提醒你 這已經在一號機 已經測試過 主委 我要提醒你 是剛剛我們 台電 委託的這個 美國DRS的 這個 plus 30號的 疑控平台系統 這個系統 在美國 NRC 美國核能協會 是認為有餘力的 如果將來 我們沒有 獲得 美國 核能協會 的認定 那是表示 核四 是 不是安全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核四是不是應該 直接停建 而不是要進行封存 我要問你四個問題 我還是跟委員解釋一下 我們 國內 所採用的這個儀器 或者設備 我們園能會 是獨立審查 那不需要說 NRC幫我們審查 所以我們 剛剛委員所講的那個系統 從設計來講 從功能來講 設計的部分已經審查通過 從功能來講 測試已經結束 但是我們還在審查 他相關的報告 這是馬總統 對 馬總統對全國人民的宣誓 說必須獲得國際的 這個 安全的認證以後 才能進行封存 這個是馬總統 對我們所屬的 政府相關關聯 的一種要求 也是對人民的承諾 我希望你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我也希望馬院長 馬院長去看看 是不是 總統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我們調查 做出來的報告 是不被美國 這個核管會 來認可的話 這個是有問題 安全是有威力的 然後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經濟部 第二發電 我們剛剛希望說 核一核二核三 盡早除一 能夠做這個在 未來減少 我們沒辦法處理的核味料 在此同時 我也大力來要求我們 毛院長 能夠發展再生人員 其中 就是我們的 地熱發電 那地熱發電 它可以作為基載的發電 根據我們國科會 99年跟100年的 研究 宜蘭地區的一個 狀況 我們的 地熱的儲量 大於2.5個 核市場的一個發電量 那目前呢 我們政府規劃至 2025年呢 是生成地的一個發電 發電量只有 150個MW 但是呢 我們也規劃這個 2025年起呢 開發利用人工 熱循環的一個生成的 低熱發電 那我們的規劃的 這個發電量是 到2030年呢 深層地熱發電 總開發量 只有50個MW 我建議 經濟部 好好去瞭解一下 美國 國防人員部呢 Forgate的計畫裡面呢 它裡面特別提到 這個 呃 的成效 深層的開發的成效 是非常大的 這個深層大概是 地表深到 3到6公里的深度 那溫度大概有200度C 他的 理論潛質潛能的 這個 所發電的量是 31.8的 NW 那低熱的發電呢 可以呢 提高替代整個核四的發電量 以宜蘭縣就夠了 我們有2.5個 核四廠的發電的潛力 那配合 宜蘭地區的發電量的發展呢 我請 經濟部呢 是不是能夠將 東山鄉市區的 順安便電所呢 能夠前往宜蘭地熱的一個潛市區 包括 三星鄉 包括大同鄉 這個 你們做一個參考 那我在這裡呢 跟院長 再 跟部長呢 做一個原證的抗議 在今年的全國能源會議裡面呢 我個人呢 有參與 兩天我都參與 本席在 全國能源會議裡面 我建議將 美國能源部 這個整個Forgate這個計畫呢 列為全國能源會議的背景知識 資訊 當時我們主持的一個經濟部的審次長 同意列入背景知識 資訊 但是呢 我們今天在查驗呢 整個大會呢 不但會列入全國能源會議 的一個背景資訊 且 連我發言的紀錄 都沒有紀錄 院長 全國的分級會議 只有我一個人去參加 全國的人源會議 我也參加 結果竟然我本席的發言 你們同意列入會議紀錄 結果你們又沒有列入 你們到底是什麼一個部會啊 是 報委員 那個假如說 我們那個會議的規則 是這樣子 而且呢 主席 就是當時我們審次長 如果已經答應您 要列入的話 我們回去會看一下 是不是有哪一個環節啊 我們需要補充 我們會把它補起來 所以 我們辛辛苦苦找出來資料 這美國能源部的Forgate的計畫 你了解嗎 部長 我知道 因為我那天也都 那兩天我也都在嘛 所以 當然可能很多細節 那鄧部長跟習部長知道嗎 我問一下 這個很重大的一個計畫 我要請問一下 鄧部長跟習部長知道這個計畫嗎 這個就是代表我們 這個政府 無心發展再生能源 跟委員報告 這方面問題 我大概也接觸過這方面的資料了 現在 全球大家談地熱 大概都是學理上的探討了 在今天 已經商用化的地熱發電 其實案例不多了 我要這樣講 案例不多了 那我想工研院 我想我們徐部長是從工研院出來的 那麼我們工研院事實上 他們也率先來研究 台灣的地熱究竟應該怎麼用 所以他們等於說 也有一些試驗性的一些做法 那我認為這些試驗性的做法 從規模各方面來講 大概也 其他任何國家 台灣這種情形 大概它目前有些時候做到的程度 也不會比我們多太多了 當然這個地方永遠可以努力 但是我 起碼我自己的觀察 地熱要來真的變成大規模的發電 要從學理變為商業運轉 可以變成大規模的發電 這中間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個好 沒關係 那天我們有一個共同的 有關地熱的共同意見之一 我練出來給院長了解一下 透過示範獎勵措施 獎勵業者投資興建 及獎勵民間業者及地方政府 包括地方政府 投入小型的地熱電廠 以提升大型電廠開發成功率 這個是全國能源會議的一個會議 共同意見的會議紀錄 現在宜蘭縣要成立能源開發公司 院長你在這裡能不能承諾大力來支持這個案子 包圍我先跟您報告一下好了 現在關於這個辦法 就像您說的它是一個共識意見 事實上我們把價格也定出來了 而且我們把申請跟獎勵的辦法也都定出來了 那麼如果當然這個東西還是 這個價錢看起來還蠻優惠的 那麼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去投資 所以我想可以跟院長報告 我們當然都是樂觀期待 盡量來支持好不好 宜蘭縣政府要成立一個能源開發公司 針對地熱的部分 那院長承諾一下 表態一下 我想我們歡迎宜蘭縣政府提計畫 這中間當然也會有很多可行性上面的問題要探討 因為這種地熱的發展 涉及到內政部、經濟部、科技部 其實也會涉及到環境污染 因為照我了解 環保署也會 現在的地熱它的生產過程當中 其實環保問題也蠻嚴重的 我們是不是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來推動這個事情 再生能源的部分 好不好 不一定要地熱 我不能說我偏心只有一人線推動 我們這個再生能源本來就應該大力推動 你願意承諾一下 再生能源我們會 在現有的這個技術情況之下 我們會一方面我們會盡可能推廣 是不是有機會成立專案小組 這些跨部會的事情 究竟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推最有效果 我們可以來討論 討論要多久才會結論 要多久才會結論 我們會先來檢視說 我們現在已經投入的 院長這個很重要 這是政府的積極心事 過去不管是哪個政府 我們都覺得說沒有這樣的一個架構 如果在你任內能夠成立這樣的專案小組 跨部會的專案小組 我相信這個在業者他們也非常有信心 一起來投入 讓台灣的再生能源 盡速極起直追 院長你願意承諾嗎 我想我會先來檢視 目前經濟部跟科技部 有能源國家型計畫 這些方面 我們看看再往下推 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推的更有效率效果 好不好 我想給院長一點時間 不過我們還有機會再跟您請教 是 那個院長 這個本期在這裡也多次的發生 現在台灣對海岸生態造成最大的破壞 就是我們和平港 和平港的一個汙染 就是介於宜蘭跟花蓮 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要 這個有一個 火力發電廠 和平的火力發電廠 所以我們自己去港 就挖港的時候 就把整個離土推向海裡面 也沒有海拋 所以造成 因為它海的大部分 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都往北流 所以宜蘭縣 從和平那邊 到我們南澳的一個遭陽港那邊 將近十三公里 整個海底被汙泥淹沒了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也成立 這個在 在那個毛院長 在 這個我們前任的江院長的時候 成立一個專業小組 當時呢 我們就請我們現在的 政務委員 我們現在的政務委員 作為 我們的 專業小組的召集人 我希望政府的承諾呢 能夠 積極來作為 因為整個海岸的生態 破壞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們不希望 政府呢 有承諾 但是沒有作為 這個部分 我們是能夠 這個專案小組 現在目前是由誰 來接任這個工作 我想這樣講 這個過去的院長 有承諾的事情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持續來做 對 那當時 是由我們的這個 那個 我們 蕭鎮委 蕭鎮委 這個他 他這個 負責 是不是在指定一個人來負責 對 所以 我們 這個 是 這個 是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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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這個 是 是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是 這個 是